據報中國恆大精簡內部架構合併多個部門 《財亂社》報道 恆大在內部發文說 根據戰略發展需要 計劃在這個月底前 完成機構合併和人員調整 其中在集團總部取消綜合管理中心 地區管理及監察分佈 相關業務和人員撥入地產業務的地區公司 照標、投標、採購和預算決策部門 就合併成為一個部門等 報道有提及 恆大網上房屋和汽車交易平台《房車保》 由於缺乏資金和業務收縮 多個地區分公司接近解散 只有少數人員善後 據報恆大主席許家印 近期也變賣資產或抵押股權等 累積向公司注入超過70億元人民幣 有調查顯示 超過六成銀行和金融服務從業員 有意投身金融科技領域 香港銀行學會在5至7月 以網上形式訪問本地銀行和金融服務從業員 在回覆的850名受訪者當中 六成一表示 有意在未來兩至三年投身金融科技領域 五成三認為前景比較好 但有八成二表示缺乏科技和數據相關技能 近八成也缺乏行業的新知識 受訪者表示監管和合規 以及大灣區跨境市場知識 是本地從業員要提升的兩大能力 反映業界意識到大灣區發展的重要性 五成二更有意在未來兩至三年在大灣區就業 學會行政總裁梁嘉麗表示 調查反映業界對金融科技和新技能需求因切 而促進跨境金融人才流動 以及建立大灣區人才庫 成為香港銀行和金融服務界的重點策略之一 來到交稅季節 有銀行指 經濟好轉 今年稅貸需求有增長 疫情回穩 失業率持續回落 要交稅的市民都增加 稅務局的資料顯示 上年度被評定要繳交申訪稅的人數 超過190萬人 二年升近4% 總額超過650億 多間銀行趁機推出稅務貸款 因應低息環境持續 銀行今年的稅貸年利息低見1.08厘 有銀行指 市民外出消費增加 當收到稅單時 需要額外資金去應付交稅 大約比往年多了相位數字的增長 申請中數 批核看到客人都快了提取貸款 最主要原因是 以往去年在COVID時 可能客人收過稅單時就遲了 因應他們的貸款需求 都是降低的 見到本地消費都強了 因此外國消費 香港消費 有虛耳銀行透露 10月至今稅貸的增長達兩成半 期望通關可以帶動貸款的需求 其實我們預計 在未來的COVID 4的話 我們的增長 希望會去到大概四成左右 我想對通關來說 主要就是可能多了商貿的往來 其實可能對於客人來說 一來可以出油 可能對於資金的需求會多了 有理財顧問指出 稅貸的還款期短 如果將借到的錢用來投資 就要留意風險 一般借稅貸我們都是借12個月的 你只要供得到的話 一年後你還回 如果股票市場上升 你就賺錢 當然如果跌了你就會虧了 因為借稅貸一般 我們要每個月還息 加還款 去還一筆錢 如果你是沒有每個月還款能力的話 反而你會得不償失 因為它有很多手續費 或者利息的成本利答利 你就可能還得到的時候 你就會差人周薪債了 他又提醒未還清稅貸而賞置業的人士 會影響個人的信貸記錄 或者會令按揭審批受阻 甚至做不到按揭 無線電視記者盧佩欣報道 港股連星6日之後回圖 高低波幅不足150點 行指輕微低開 已經見了全日的位 期後跌幅最多擴大到近200點 收視部25650點 跌63點 成交速減至不夠1100億 環球市場的通脹壓力似乎是增加了 對股份或者其他一些實物的資產 那個推動的需求可能都會增大了 所以都會有利恆指 雖然近期來說都是比較反覆 但應該都有條件 暫時可以在25000點水平手運 美團跌1.6%拖低大市 信譽下錯4%是表現最差的籃籌 網易上季純利增長 獲多間大行提高目標價 股價仍然跌3% 騰訊以全日高位收市 舒緩大市跌勢 油邦和港交所最多跌超過1% 收市跌幅收窄 內房和物管股普遍向下 碧桂園服務跌4% 創貨主要客戶Home Depot 貴度銷售好過預期 創貨股價升3% 是表現最好的籃籌 隔晚美國電動車股做好 在香港上市的同業普遍上升 小鵬汽車創新高 理想汽車升7% 美國恢復豁免雙面太陽能板的 按月下跌 10月在客量超過7萬6千人次 按年升9.8% 但按月下跌4.2% 較疫情前仍然低超過9.7% 載貨超過13萬公噸 按年升近兩成 運載率升到82.9% 貨運運力大約是疫情前的7成 郭泰華 10月客運服業務較過往幾個月 更具挑戰 留學生出行需求在10月初迅速回落 每日平均接載人次按月跌大約4成4 只有2,465人次 但空運需求持續增強 郭泰華 由於全球疫情持續 香港和多個市場實施旅遊限制和檢疫措施 原來因應需求疲弱 繼續大幅減運力 但7至10月期間 營運現金已經接近收支平衡 與其下半年度業績較上半年有顯示改善 但全年仍然將會錄得重大的虧損 而營運環境持續不明朗 繼續嚴重影響國泰增加航班的能力 黑運和貨運業務仍然面對重重挑戰 據報內地監管部門將會允許內房的資產 證券化產品重啟發行 彭博暗術消息人士說 近期監管部門向交易所表示 優質的房企最快今月可以開始重新遞交 資產證券化產品的發行申請 以緩解融資困境 內地監管部門自第二季開始 收緊內房發行資產證券化產品 至8月起已經沒有新項目和批通過 河港通開通7周年 港交所公布北向日均成交額 按年增長3.5% 南韓按年增加8.7% 截至今月10日 北向河股通和深股通 7年累計成交額64萬億人民幣 累計1.5萬億人民幣 淨流入內地股市 南韓港股通方面 7年累計成交額大約23萬億 累計2.1萬億淨流入港股 港交所說 未來將繼續與內地合作夥伴 監管機構、用戶和市場各方合作 優化互聯合通機制 為兩地市場創造更多機遇 連接中國和世界 阿里巴巴本週四公布業績 市場憂慮電商業務增長放緩 大據報阿里巴巴合組財團有望獲准 收購內地晶片雙子光集團 受內地消費放緩和加大新業務投資 市場預料阿里巴巴的純利表現持續倒退 根據彭博的綜合勸商預測 預計上季經調整純利中位數 案年和案季都下跌超過兩成 收入案季增長不足1% 案年就升3.3% 和第一財季的增速相約 管理層早前表示 會將今個財年所有的新增利潤 用來支持平台商家和投資新業務 高盛預料利潤售額 上季經調整的息稅前利潤 Ebitda 案年跌1.4% 但核心業務前景未見樂觀 國家統計局早前公布 頭10個月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 增長近1.5% 但有放滿的跡象 分析認為限電措施和房地產行業的整頓 內地經濟面臨下行壓力 影響消費需求 電商行業競爭激烈 今年阿里巴巴商11銷售增長大約8% 是力離最慢 有分析說 反壟斷政策之下 阿里巴巴的市場份額面臨被蠶食 據報阿里巴巴合組財團 有望收購內地晶片商紫光集團 涉資超過500億人民幣 交易最快下個月完成 雲計算業務方面 由於海外業務損失重要客戶 匯豐預料影響需要時間消化 相關收入增長 進一步放緩至2.6% 無線電視機者張雪亭報導 金管局公布 一年期港元格的平均指數掛勾債券的投標結果 新購額又超過64億 今次發行總值10億 債券的投標申請總額達到64億1700萬 分配比率大約是六成八 債券的利率和港元格的平均指數掛勾 每三個月派息一次